Nadia III Elvira和Nabila Azara 是已经分开16年的亲生姐妹 而他们就像肥皂剧情般的 精油推特来团聚了 Nadia目前与养父母住在西爪哇德博市 而Nabila则在印尼南苏拉威西省南部的戈瓦县 他们的相遇是因为Nadia的一位朋友告诉她 有人跟她长得非常像 起初Nadia直接忽略 但后来又收到关于她和这个女孩非常像的资讯 最后基于好奇 Nadia搜寻了Milos Nabila的账号 看到Nabila的照片有和自己超像的笑容时 感到非常惊讶 从搜到的资讯 Nadia还发现他们两个都同样害怕气球 而且喜欢冰块 Nadia持续收集有关Nabila的资讯 发现他们都同样在2003年3月23号 南苏拉威西省的旺家席出生 因为所有的巧合 Nadia更加相信Nabila是自己的双胞胎 Nadia随后把目前查到的资讯贴到网路上 贴文接着开始爆红 有乡名通知Nabila去查看这则贴文 Nadia随后直接经由账号传讯息给Nabila 但是Nabila没有回应 最后Nadia冒险去问妈妈这个问题 但妈妈的回复好像隐瞒了什么 直到2020年的1月7号 Nabila终于回复了Nadia的讯息 他们立刻交换了号码 并进行视讯通话 当两人看到对方的脸时 都因为彼此的相似而感到惊讶 而开启了一长串对话 Nabila于是问妈妈自己是否有一个双胞胎姐姐 同样Nadia也再次向母亲询问这个问题 Nadia养母家的姐姐Jaddy告诉罗畔报表示 家人担心如果告诉Nadia她是被领养的 不知道她的反应会如何 Nadia就这样一直问一直问的 问到整个人都哭了 最后终于两人都由他们的养父母解释 事实上她们是从生了三胞胎的生母手中领养的 三胞胎于2003年3月23号 在王家席的西蒂法蒂马妇产科医院出生 尚不知道是谁的老大出生时重1.6公斤 老儿Nadia出生时重1.5公斤 而老三Nabila出生时则重1.4公斤 三个孩子都是早产 他们的亲生母亲没办法帮小孩买牛奶 由于亲生父母无力照顾孩子 最终Nabila和Nadia被养父母收养 无幸的是他们的养父母都和三胞胎的母亲 失去了联系 Nabila表示记得自己九年级时 有人发讯息给他妈妈 说想念他的亲生孩子而且想要见面 Chadi说到此刻他和妈妈正在和Nadia的 双胞胎姐姐Nabila视讯通话 同样的Nabila在戈瓦县的养父母 也与Nadia联系上 此刻Nabila和Nadia都希望与素未蒙面的 孪生姐姐相见 Nadia和Nabila呼吁 如果有人发现有人出生于2003年3月13号 与自己有相似的身材 可以直接联系他们的社群媒体 太好了 看来这一次推特确实发挥了他的神奇作用